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道歉啊 又是忏悔啊 又是干嘛的 对不对 这个道歉视频让我看了啊 也是做的太过牵强了 因为你们看啊 整个这个视频十来分钟吧 没有任何的逻辑 这里拉一点 那边拼一点 不过后来想一想呢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 毕竟你是在墙内 对吧 你要活下去 总不能因为喝了点酒违背自己说谎话的初心吧 是吧 你也不想被消失 我理解你 良知和谎言呢 你选择了后者 那个道歉视频中呢 还说什么刚做油管的时候 天天出视频没有收入 类似一些博取同情的话 我想说的是 没有收入很正常 在这里做视频对你来说 本身就是一门生意 做生意就一定有风险 你付出了就一定有回报吗 对不对 做生意都有可能亏啊 哦 你想一出视频就赚钱 那怎么可能呢 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 这里我想说一下 如果我是你郑国成 我也会发道歉视频 不过呢 这只不过是缓兵之计 先要稳住国内的舆论嘛 然后呢 我就会赶紧着手 怎么去逃出这个强国 家里人该安排的就把他安排好 去哪个国家呢 你现在就可以想起来想好 对吧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 你绝必知道中共是怎么一回事 像你这样的韭菜 要不是油管给你这个平台 你怎么发表你的政治立场 你在中国这个舆论 你在中国这个百度什么这个微博上你发表 你弄了不好你就进去 所以也只有油管能够提供这个平台 让你做所谓的大V 是吧 所以我说啊 你真的不要在这边再装逼了 大家心知肚明 你发疯的那天 你把那几个五毛都怼了一顿一顿的 说实话 我挺佩服你的 为什么 因为中共做了这么这么肮脏的事情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现在是什么娱乐环境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你居然能够把这么一个邪恶的 肮脏的一个政体 你能美化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你的本事 你能把黑的描绘成白的 这也是你的本事 你比那些 啊 对 我也算是反共频道吧 你比我们这些反共频道难做多了 太难做了 因为你要把一个歪曲的东西 你要把它熬过来 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 但是呢 我还是想说的是 缺德是做多了 一定会有报应 这一定是意 这一定是真理 郑国成 你戒不戒酒 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已经迈出了那一步 至于你之后的命运 谁都不好说 对吧 谁都不知道 马云任志强 潘石仪这些道了 他们都夹紧尾巴做人 现在都过得这么难受 你那么一颗韭菜 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 借用刘大声今天视频中的宽点 你呀 虽然是朝鲜族 让你逃去朝鲜 估计你也不愿意 那你还是先逃到俄罗斯 远东地区 然后再买一条船或者游泳 你直接到美国的阿拉斯加 发个求救信号 申请什么病治政治庇护什么的 是吧 这样你华丽的转身变成反共人士 那么你的下半身又是另一种结局的 你说是不是 这不是什么调侃啊 我是真的认真认真认认真认真地跟你这么说的 好吧 最后呢祝你好运 拜拜